本月初恒大的一纸公告让贾越廷成为了复兴汉,恒大趁贾越廷和他的法拉第未来半年内,将恒大注资的8亿美元汇获殆尽,在获得新融资被迫后,大方面撕毁协议,并向稿交所提出仲裁,要求踢开恒大,寻求新融资,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与金主爸爸撕破连,的法拉第未来很快就看到了颜色。 在没有新资金注入的情况下,法拉第未来正在经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资金危机,法拉第未来日前向特货局证实,公司已经开始对所有员工实施20%幅度的降薪,并将启动裁员,而创始人CEO贾越廷的薪水更是仅降到1美元,此次大规模的薪酬调整,无疑将成为寒冬来临之际, 摆在法拉第未来面前的又一道难过的坎,法拉第未来目前正处于FF91量产的关键阶段,资金另一段,财政面临紧缩,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人才流失,量产计划将更加遥遥无期,法拉第未来方面没有透露此次裁员的具体人数, 不过之情连续告诉特货军,公司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解雇员工,近日有消息称,法拉第未来中国有10多名员工,没有领到上院工资, 尽管法拉第未来回应这不存在停泊薪水,但紧张了气败再次弥漫,法拉第未来上周月发给员工的一封邮件中写道,公司正在严格审查财政状况,一旦获得新的融资后,就会帮你恢复薪资的目标来重新评估这一决定, 不过之情连续告诉特货军,法拉第未来来要获得新的融资难度很大,主要原因是恒大目前仍是其最大股东,在仲裁结果公布前,法拉第未来无法劈开恒大引入新资本,除了难以负担员工正常工资之外,法拉第未来还对供应商有至少数十万美元的签款, 某法拉第未来供应商本月初就告诉特库军,法拉第未来最近拖延了付款,据说要等四,五周之后才能付款,但直到目前,该供应商人类收到款项,根据该公司产品的定价,第一财经记者估算这笔订单规模在几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,目前恒大和法拉第未来之间的仲裁尚未见分小, 但10月16日,恒大法拉第未来,在北京成立了汽车科技分公司,注册资本五千万,由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,广东有限公司全私持有,主营业物是技术推广和销售汽车,法然为恒大法拉第未来副总裁刘浩, 这也表明恒大对法拉第未来资产掌控意图更加明显,一位曾经为许家印工作过的业内人士对策货均表示,许家印和贾跃亭一样,也具有很强的控制率, 他是不会妥协让步的,这场冲突说到底是对法拉第未来的控制权之争, 他还预测,仲裁可能会耗费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,仲裁事件越长,法拉第未来的资金危机就越紧张,对许家印就越有力,他告诉策货均, 而贾跃亭之所以发起仲裁也是无奈之举,公司原本承诺的今年年底实现量差而现在看来就像海市蜃楼, 这次九村再有像孙宏斌这样的白街骑士出现,恐怕也难以收拾目前如此复杂的局面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